焦点我们来看到现在校园疫情很紧绷 因为全国已经有1018所的学校 全校或是部分班级暂停实体课程了 台北市的国高中职 从今天开始就要进行线上教学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市井 台北市很有可能很快就会全面停课 教育部则是发文要求各个中小学 5月9号开始应要求学校工作人员 必须要打满三剂疫苗 如果你是因为医嘱或是个人因素 没有办法接种疫苗的话 那么就必须要每周做一次抗原快筛 或是PCR检测阴性才能够上课 当然现在大家都想要赶快来打满疫苗 不过全台湾的疫苗库存见底了 同时也催出一波打苗潮 在台北的松山车站成为接种站施打高端疫苗 因为副作用最轻微 有不少人排队强大 另外在台中市的莫德纳只剩下2.4万剂 所以说周休假日一大早 大雅的接种站限量160剂的半剂莫德纳 8点钟开打 但是不到8点钟 号码牌就全部发完了 刚好逮到休假 哪里有接种站民众就往哪里跑 说什么都要打到疫苗 早上先去大雅 大雅爆满 然后我们又再来这里 大概不到9点就过来了 前面就有140个 不少人指定要打的莫德纳 台中市22号不增了1.4万剂 截至23号还剩2.4万剂 已经是最后数量 然后刚好怀孕他就蛮担心的 爸爸晚上10点多就来了吧 上午的接种站在大雅 限量160剂的半剂莫德纳 8点开打 还没8点号码牌就发完了 加上台中有女大生 跑到夜店狂欢确诊 催促年轻人出门打疫苗 我2点就来了 不然抢不到 昨天的那个火车站 那个很早就没了 我从雾峰 有点远 起了四十几分钟吧 全台莫德纳库存已经见底 还好城市中宣布 下周有大量疫苗会进口 下礼拜中就应该有另外一批 137万的疫苗会再进来 但许多上班族不能请假打疫苗 只能把握六日时间 台北松山车站开放接种高端 排队人龙挤满整个大厅 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请假 所以我们只好就是要打高端 民众心里着急 有总比没有好先打再说 至少对抗病毒能多几分安心 记者台中台北综合报道 好台北市场客文 24号这一天已经拍板了要以筛代格 决定医护有两类人员优先 中央也决定要缩短区隔的天数 不过中区防疫指挥官黄高斌 已经说了筛减和隔离 必须要同时并进 不希望确诊的案例瞬间暴增 他强调的是筛减一定要筛 但并不能够替代隔离 前机关局长苏毅仁则表示 支持用筛减来替代隔离 不过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整个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在昨天已经突破 5000人大关了 民间处处都在问 到底哪里可以买得到快筛试剂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说了 快筛试剂的实名制将会在5月初上路 健保署署长李伯璋则表示 快筛实名制的概念跟口罩实名制是相同的 目前还在确认 国人到底每隔几天可以购买一次 好身份证字号的单双号到底该如何分流等等的环节 目前确定的是国人不能够选择快筛试剂的唱牌 好当然现在呢我们已经来看到 整个药局的询问电话早就已经被打爆了 药师请问现在还买到快筛试剂吗 现在都没有货了 走进药局想买快筛试剂 但货架上空荡荡 只剩下卖完的包装盒早在一周前都叫不到货 即使提前预定也没有货可以供应 之前一直知道说超前部署 可是如果说当初已经开始在讨论要与病毒共存 我觉得快筛试剂它的这个推出的太慢 不只买不到试剂网友更疯传 25号开始可以用健保卡实名制买快筛试剂 一记100元还附上药局清单 看起来煞有其事 但这全是假的 民众缺快筛缺得太严重 看到一个影子就感觉是 好像就是真的 有开的药局电话都被打爆了 希望政府能够立刻说明什么时候实施快筛实名制 五月份在这个实名制上面 我们至少会提供五千万剂 这基本上会有一千万人 国家队还没到各通路快筛同步缺货 连锁超市才宣布引进两外组快筛试剂 在北北基桃391家门时贩售 内壶店开卖一小时就完售 民政就是看准快筛便宜又能自己做 胸香客医师苏玉峰甚至建议 现在等PCR报告赛报 干脆使用快筛作为认定确诊的工具 在伪扬性的 它上面的人身自由会受到一些的拘束 那我们还是要用PCR来确诊 PCR等不到 快筛买不到 实名制五月初才会上路 就怕缓不济机就会让疫情更加失控 记者谢宏如陆雨昕采访报道 网络聊天室当中我有看到网友 Mina Chen对我们的donate 她留言提到支持中天 非常感谢你哦 好 接下来问问大家 即将到来这个母亲节 各位敢出去外出吃饭吗 如果你认为说没有关系 可以外出吃饭的话 帮我喊加一 如果觉得有点怕怕的 想要外带在家里头吃的话 帮我写加二哦 我们来看到这母亲节大餐 到底该如何吃成了一个大难题 不过有了去年的经验 餐厅还有饭店业者 今年动作很快 现在已经提前调整菜单 愿意出门的就加菜 如果不愿意出门的 也有专门为母亲节设计的外带餐 当然现在确诊人数不断的攀升 需要快筛 甚至到医院做PCR来确认 有没有染疫的机会 也是越来越高 不过有人在做过之后都觉得很痛 还有人会婴儿流血 我们来请教一下医师 到底如何自行快筛 还有到医院做PCR的时候 能够快速又无痛 基隆火车站采检人潮 从车站内排到车站外 在疫情非常时刻 筛检已经成为你我的日常 但到底怎么筛才不会痛 要往上 上扬让这个角度可以直接 比较平顺的可以直接从上步 或是下步 循着它的这个所谓边缘 慢慢的滑进去 因为我们的鼻腔里面都很黏液 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慢慢的滑进去 这样比较不会痛 头部微微往上扬 快筛棒 沿着鼻腔下缘慢慢深入 感觉碰到鼻壁 觉得想流眼泪时 已经够深入 转五圈就可以把快筛棒拿出来 浸泡在试剂内 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在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动作要非常的轻柔 不要用戳的 大力戳非常的痛 因为里面鼻腔的神经很多 而且戳了 戳得不对的话 常常会有违影性的现象出现 另外PCR裁剪检也有秘诀 裁剪检棒插入鼻腔时 嘴巴为张配合深入节奏 慢慢呼吸也能减缓不适 许多人好不容易买到快筛试剂 但一想到要把那么长的快筛棒 伸入鼻腔中 还是会怕痛 不敢使用 干脆请别人代劳 大医师表示 除非是专业医护 否则自己来做 只要掌握命绝 顶多留下眼泪 比找别人来帮忙 更能轻松完成 记者杨氏去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好 中立黄艺术说 不敢内用 不喜葱也喊加1 不敢再这个不喜葱 则是说 他觉得没有关系 还是喊加1 觉得说可以吃外面吃饭 Ocean Tropical加2 他认为说还是外带是比较安全的 另外要感谢一下我们的Gene 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非常谢谢大家 好 当然现在确诊人数 其实越来越多 同时居隔人数也蛮多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备好缓解药物 好 但是医生说了 这个常备药可是有四大禁忌 疫情升温全台居家隔离人数 已经来到7万9千人 这还只是疫情的开始 常备用药已经出现抢购潮 但有医师提醒 没有药师配药 要更加小心 首先综合感冒药和止痛退烧药 不能一起服用 因为两者都含有乙息安分 其中最容易让民众不小心中招的 就是热饮类型的感冒药 压物比方说服报热饮 然后都可能都已经含有 普拿疼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跟普拿疼一起吃 这些退烧药一起吃 但都会有可能那个药物 重复剂量的问题 切记药物不要为了心安 吃很多吃很多这样子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 吃完退烧止痛药或抗组织痰后 都要小心不能饮酒 因为可能造成肝中毒更严重 可能会让人昏迷 还有某些含肥肋固醇 抗发炎药物的止痛药 一定要在饭后才能吃 严重可能会造成胃溃疡 另外儿童若出现咳嗽症状 含鸦片钉成分的甘草止咳药水 不适合擅自给孩童使用 那甘草糖浆基本上 它刚提到的有一些 管制药品的成分在 所以我们尽量 它效果比较好 可能会尽量是给大人来做使用 会来得比较安全一点 医师建议一旦出现症状 应该寻求专业医师协助 千万别拖 以免症状越来越严重 没有缓解其他症状 反而引发其他疾病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 南韩解禁了 和病毒共存之后 迎接第一个周末 好 民众真的都回到了日常生活 因此在各大景点 人潮急爆 南韩与病毒共存后 迎接第一个周末 民众生活真的回到过去 不过儿童和青少年的确诊病例 依旧是个隐忧 南韩五到十一岁儿童 开打疫苗已经三周 目前只有大约百分之一点四的儿童 有打疫苗 但百分之二十的每日确诊病例 都在十八岁以下 另一方面 南韩也针对六十岁以上族群 分析第三剂施打效果 预防重症和死亡的防护力 分别达到百分之九十一点六 和百分之九十二点三 预防感染也有百分之七十五 相较于南韩已经准备下周 要调降新冠传染病等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表示 由于Omicron的致死率和重症风险 都还是比流感高 而且还不能排除变异的可能性 日本目前暂时不调降传染病等级 后续如何应变 还得继续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在大陆呢 现在疫情也是蛮严峻的 因为上海已经封控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疫情持续的升温 单日新增突破两万例关卡 新增了两万一千多例 同时有三十九例死亡个案 好这个数字呢 已经创下从二月底疫情爆发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当然目前在上海 整个状况又是如何呢 带你一块了解 上海疫情单日新增2.1万例本土病例 死亡人数再增三十九例 是本轮疫情以来 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目前一累计有八十七人并没 官方强化抗疫再升级 封控区内针对阳性确诊楼洞 单独架起铁网硬隔离 铁网内身穿防护服的保全 一块被关在里头 二十四小时职守 采取隔断式禁止人员出入 上海自二月底疫情爆发以来 官方坚持清零 应对传染力极强的欧膜矿变异株 专家更指出欧膜矿严重的程度 从传播速度和病死率来看 都远高于流感 病死率更是流感的七至八倍 北京演疫情在一起两天 累计二十二例本土感染者 设多条传播链前隐匿传播一周 未来几天将是关键 防毒疫情河北石家庄奖励民众自策 若快筛结果为确诊 复检确认后一次给予四千五百元 提升民众主动通报的意愿 这一期影片于北京报导 汪网水绳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 跟物品的行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绳雾化器 来喷这个水绳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绳水手喷这个部分 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 我们下期再见